各位朋友,因為那個反應不錯,我就請我們的家人來吃東西 這是我爸,我爸先吃 這是滷味 吃看看,這是很有名的店 鴨蛇脆腸 跟他的... 這叫什麼雞翅 鴨蛇吃看看,因為鴨蛇其實我也沒有吃過 他鴨蛇是骨頭是不是? 那就是鴨蛇吃到那個鴨蛇的鴨蛇 這鴨蛇有嗎? 你已經教大家介紹,這樣才準 你們都會介紹影響,像媽媽一樣會介紹影響 吃到不夠吃,說太多看了 謝謝 我媽來了,來自然,你先吃脆糖嗎? 這個鴨蛇 我媽來了 這個鴨蛇也好 不會太厚 都吃我媽,你也吃一下鴨蛇 鴨蛇有骨頭,鴨蛇有骨頭 要跟你吃嗎? 我沒有我也沒吃過 我自己就做了 這個鴨蛇要弄,它的鴨蛇要弄 它鴨蛇跟鴨蛇 你用手吃那邊還可以吃 它鴨蛇和鴨蛇 它鴨蛇怎麼樣?我沒有吃過鴨蛇 鴨蛇瓶 鴨蛇它很生虛 他就算... 在剩他的口味就對了 很少量 他沒有...分量就對了 所以教育說是脆腸 因為脆腸還可以配飯 他自己做零食 鴨匙是當零食 很辣 你再吃一隻雞 你一半就好 你一半就好 我媽要表演手吃雞翅 來手吃雞翅 空手吃雞翅 我媽要表演手吃雞翅 我媽要表演手吃雞翅 我還沒聽到講 我還沒聽到講 我媽也沒有形象 他的時候要形象就 空手吃雞翅 你...媽你是剛才... 這隻雞翅人喔 剛才廟宇宙去菜車買差不多 差不多 我爲的那個什麼...比較陰 他就算比較陰 他的平時跟廟宇宙去吃 他就跟他一樣 他就是... 我覺得他的壓熟 真的特別是壓熟而已 你一看他要多少 我們拆... 我這樣啊 他的份量先來拆拆看 我看多少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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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百塊 五百塊...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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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百... 各位朋友... 我爸猜對了 七百...七百八歲 你看... 壓熟頭最多的 對...壓熟頭最多 但是你... 一個東西夠美味就是... 過一點也沒關係嘛 對... 你這個... 壓熟頭啦 壓熟頭那本來很貴啊 對... 壓熟頭... 你壓熟頭... 你這樣賣這麼多粒啊 對... 我想說... 沒吃過... 這次...難得啊 吃看... 吃那個肉粽配那個... 滷味 就是肉粽 吃肉粽配滷味 一隻兩千塊我吃飯了 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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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 八號要開這個肉粽 我現在... 八號要開... 開... 一般人... 不會... 拆... 一般人... 一般... 真的... 情緒... 還保持著... 嗯... 肉粽很油,是菜市場買的 這個是...還是沒有名字嘛 這是隔壁牌肉粽 吃肉粽配滷味 再配那個... 玉米...什麼湯 這是一個很大顆的貢丸 肉粽配滷味 油上加油 沒有一樣青菜喔 玉米是青菜 小來包的新的飲食 肉粽配滷味 非常的健康 真的...真的這樣吃 不是為了拍影片 真的是...這樣 這樣倒出來 那雞絲快倒好 你倒好 然後還有那個...骨瓜肉 鴨蛇正確吃法 鴨蛇是有骨頭的 就是...要蹭 要...要做一個蹭的動作 來示範正確吃法 然後...看新聞 那...新聞聲音不要理他 這算是...零食啦 鴨蛇是零食 吃不到份量 可是...超級貴 好...各位朋友 他說...鴨蛇吃完了 現在...就由我來收尾了 老師...市民跟我說 不要吃陌生人的東西 各位沒錯 親生兒子的東西 也要小心 因為...鴨蛇吃完了 我現在...就要出賣他們了 我要講一個... 我以前還在跟我爸一起工作的故事 我爸是個相當厲害的師父 他在南北跑 做很多天花板 然後有一次他被請到熱衣壇 去做一間飯店天花板 就...就... 喔...好厲害 做完之後我們要退場 來...工具收一收... 收整齊出去 出...到那個...出去之後 被把錢擋下來 不好意思 你們車上的東西要檢查喔 經理說...欸... 做一定工地也有小偷 偷那個銅線 偷那個工具 所以現在... 要出去之前 一律要檢查 我爸聽了就... 那就寫懷疑我的事 你懷疑我是不是... 正確拿出來啊 很多人會這樣子 他...他算是... 對的一方 可是...他卻忍受不起 那種別人的懷疑 他就覺得瘦弩嘛 要打人喔 我爸... 嗆他什麼 山腳...你的高來山腳 不曉得熱愛 還羞怕 然後我弟聽了也是... 義憤挺... 你怎麼開張... 我爸在揍他對不對 然後... 我就把他們兩個擋下來 你們比較拜託的 這位保全先生 他還是領他的錢啦 奉命行事嘛 他跟他講... 都是肝好人 要不是上面的命令 他為什麼要阻擋呢 對不對 我們就... 配合一下 讓他... 看一看...欸... 確認東西都是... 都放心了對不對 這是事情很簡單 我... 還去那個... 小賣店 公地外面有個小蜜蜂 喔... 買一罐飲料 一罐飲車 不好意思 我爸這個... 脾氣比較暴躁啊 對不起 不行 剛剛那次 我那個保全... 他... 他... 很無辣 因為我服務業都很無辣 就是... 我也是風雲行事 為什麼你要這樣辜負我 對不對 我真的... 到現在我還是覺得... 對不起 好... 只是... 呈現一個問題啊 假如... 有一天... 你的親人也跟我爸爸一樣 欸... 開始不講理了 開始要... 動手打人了 你會怎麼做 你會像我弟一樣 欸... 順著他阿姨 要擋手走回來 白鑽念心 怕我死 還是跟我一樣 這樣都判斷 阻止他們的行為 來... 誰還是真正的孝順 我想... 大部分人都會想個跟我弟一樣 你有沒有看新聞 有種... 阿伯... 阿嬤... 騎腳踏車 黑白鑽 或是... 不看紅玉燈 斑馬蟹只衝出去 撞到人 對不對 把他摔得很慘 然後... 那些老人... 喔... 被撞了之後他受傷很重 然後年輕人沒什麼 就是... 這時候二手... 就跑出來 你怎麼可以動的爆炸 他開始打人 我們看新聞 喔... 那些人和你不說得了 但事實上... 很多人都跟他一樣 朋友啊... 人無無完人啊... 當然... 也沒有完美的父母 而且啊... 人真的變老之後 他思考頓話 他開始會翻... 越來越多錯 這時候要叫電腦過來 小時候是... 爸爸媽媽叫我們做人的道理 欸... 長大之後... 我們意思來心情 換我們來指證... 父母的行為 這才是真正的孝順嘛 你就不要讓他做錯事嘛 你讓他去做... 正確的事 這樣他就... 遠離危險嘛 你就一開始... 就... 讓他... 過馬路... 開紅綠燈 然後... 要左轉右轉... 打螃蟹燈 欸... 他沒做錯事... 他就... 遠離危險了 這種... 這是情人情的意味道嗎 放眼放在哪裡 睡醒來靜音 靜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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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